各位議員同事 當然第一點就是要跟大家說 就是我真的做了所謂的資深議員 有21年的時間 但不過我從未主持過任何的會議 那是昨天和今天是我初次去主持會議 而昨天非常之好 大家都非常合作 令我可以順利去主持這個特別的論壇 而今天主持這個會議 這是一個正式的大會會議 正式大會會議裡面 一定有很多的規限 包括了議事規則和程序等等 其實在我的了解當中 今天的大會的目的和程序 是非常之簡單 剛才我已經說過 第一就是給各位議員 正式宣誓成為正式的議員 而第二部分就是讓大家 選一個國內會的主席 只是我負責安排一個投票的過程 而最後當投票完了之後 就會宣布那個結果 還有哪位候選人成為國內的主席 那樣 其實在整個會議規程當中 就是沒有任何議員 可以在這個時間裏面 要釐清問題 或者提出質詢等等 而秘書處也是根據會議規則 就是在昨天特別安排了一個論壇 給大家 對候選人作出提問或者質詢 但是當然我明白到 在昨天以至今日 很多議員同事 對於候選人 梁君彥議員的身份居留權的問題 是提出很多疑問在存在 當我知道了之後 我都嘗試 安排了一個特別的場合 讓梁君彥議員 在公眾外面那裡 就和新聞傳媒交代 以至同時和其他同事作出交代 希望大家對於這個問題 可以進一步的了解 但是當我了解完之後 同時仍然很多的疑問存在 所以我就透過這個大家 以至規程裏面 就提出 我就給大家去提問 剛才的時間 亦都是給大家去發現 盡大家的疑問 或者一些想要 需要釐清的一些事情 都給大家表達出來 到現在的時間裏面 應該下來 就是要進行一個 投票過程 但是不過 由於很多議員提出的問題 事實上是需要解決 或者很多在法律上高問題 在我自己個人的角度 是需要解決的 但是在現在來說 是未能得到一個完全解決 為什麼不得到解決呢 因為在這個會議上高 我們是不會由一個 我們的法律貢民 作出一個澄清 也都不會由我們秘書處的同事 在這裡和大家講解 有關整個程序怎樣 這個在議會議規則裡面 是沒有這樣的規定 也都不容許這樣做 所以沒有這樣的機會 是再進一步 去透過法律貢民 以作秘書處 澄清或者解答大家的問題 因為這樣 對我自己來說 都未曾可以澄清到 我自己心裏的問題的話 所以我向大家宣佈 以下的選舉的過程 我就不會負責 我就會離職 就由議事規則所規矩裡面 就另一位的資深的議員同事去負責 那一位就是石禮謙議員負責 那我就會是 也都依據議事規則 我也都不可以逗留在這個會議室裡面 那我就會離職 那也都不會參與這個投票的 那我在這裡 是向大家做一次的抱歉 今天的主持會議裡面 在地方是不理想 或者是不順暢 希望大家 諒解包涵的 多謝大家 好